媽媽,最近派我成的表 我之前提過想去澳洲工作假期 我現在可以上申請收集了 你明明夠分讀大學的 你還不讀大學,去玩嗎? 我不是想玩 我想結識香港之外的世界 你不讀大學,要去澳洲 那就去玩 你不讀書,將來做甚麼?黑食嗎? 你說話可不可以不要那麼難聽 我去澳洲,只是想學到書本之外的知識 那,同讀大學不讀 我不理,總之你一定要讀書 讀書才有好前途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職,你根本都沒理過我 盧太太,紫進,你們沒事吧? 我在旁邊聽到你們吵架吵得很大聲 不如你們冷靜點 不如我們現在嘗試用調解的方式來解決紛爭 好啊好啊,我也不知道怎樣跟這個仔說話 大家好,我歡迎今天兩位選擇用調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我是鮑兒,接受過專業的調解訓練 請先兩位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紫蔡 我是羅太 好,我簡單介紹一下調解是甚麼 調解是一個雙方都自願冷靜和平 大家坐在一起就著衝突事情 去討論出一個雙方都願意接受的解決方法 調解的過程內容會保密 而我作為調解員,亦都會保持中立 不會評論雙方對或錯,亦都不會偏幫任何一方 亦都不會幫你們做運行決定的 如果有需要,我會單獨和其中一方會面 而當中會面的內容亦都會保密的 首先,我會請雙方輪流告訴我 聽事情發生的經過 然後再大家討論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來解決方案 而且還會有兩點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回應 第一,大家要留守特異 不要插嘴 第二,大家要尊重大家 不要人身攻擊 大家明白 明白 明白 OK 不如請梓俊跟我說一下發生了甚麼事 我想去澳洲工作假期 媽媽又不理解,我又不讓我去 你根本只是想去玩 甚麼去工作假期 簡直是浪費時間,不想讀書 大家冷靜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守規矩,叫輪流發言 剛才郎體說梓俊是想去澳洲去玩,浪費時間 為甚麼你會有這個想法 他明明DFC放課是夠分讀大學的 有大學不讀,要去澳洲做甚麼工作假期 那麼貪玩,還不是浪費時間 將來回來可以做甚麼 羅太,你對於指將放棄升局大學 而選擇去澳洲工作假期 似乎是有點擔心 你希望可以考慮一下他自己的前途 是不是這樣 當然了,我也是擔心他將來 讀完大學起碼有保障 他不讀書想出去玩 根本就是逃避現實 他回來可以做甚麼?黑食嗎? 羅太,聽起來其實你也是希望他將來可以成功 想他認真考慮一下將來的工作 而不是真的想他黑食 當然了,做人媽媽當然是想指到他好的 但其實我也是想了解多些工作假期 究竟是甚麼 我現在聽完羅太的想法 其實羅太都只是擔心指將的前途 而且羅太都願意了解工作假期的意義 不如現在等指將你講一下 為甚麼你這麼想去澳洲工作假期 因為十幾年來都是香港生活 有家人照顧 我想嘗試去其他地方見識一下世界 聽你這麼說 你是希望嘗試學習到獨立 同時都希望去澳洲可以增廣結合 擴闊視野 而不是想去玩他的現實 是嗎? 是呀,其實我也是想給自己一年時間去澳洲見識一下 一年之後我就會回來的 我真的不是想玩 不是想浪費時間的 嗯,都聽得出你對於媽媽說你只是挖著玩 都覺得有點委屈 你都希望你媽媽會真正明白你想去澳洲的目的 那不如你講一下你去到澳洲之後會有甚麼計劃 那我希望這一年時間 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在澳洲玩一下 又可以學一下英文 那就可以跟其他不同的人去交流 那我相信這些都不是讀書可以按摩的 嗯,聽完雙方發現 其實羅太都是擔心子隱的前途 而子隱原來都不是想去玩 只是想換個角度去學習 那經過剛才的討論 大家會不會想到有甚麼解決方法呢? 其實我都是想試一下 自己一個人生活學習 照顧自己 還有去見識一下 最重要的我都明白媽媽的憂慮 那所以我決定一年之後 會回來公立大學的了 那羅太呢,有甚麼提醒 哦,對不起,兒子 當我還誤會了你想去玩 看來你想學習獨立的 還這麼有計劃 一年回來會讀書的 那好吧,你放膽去吧 我會支持你的 我還可以之後放假的時候 去澳洲探討你 看看你的情況是怎樣 多謝你的媽媽 我一定不要利用這段時間 不會爸爸浪費 嗯,好了 那看來現在雙方都帶到共識了 那不如我們訂下一個協議書 約定一年後回來再看看進度 你怎麼會喜歡 可以拍攝到鍵子 你怎麼會讓我讓我去住 我這個老頭 谢谢观看